一场意外导致女儿受伤 当夫妻二人将女儿送进一家诡异的医院之后 老婆和闺女全都不见了 今儿跟大伙聊一部美国的悬疑惊悚片断裂 男主带着老婆闺女去老丈人家过往感恩节后 三个人开了车往家赶 途中男主跟老婆发生了激烈的争执 男主认为岳父岳母根本就不代言他 总喜欢鸡蛋里挑骨头没事找事 他老婆一听当时又炸了毛了 两口子在车里是你有来权我有去找 吵的是不可开交 他老婆觉得夫妻感情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了 距离离婚只差民政局一个大红张了 但男主却觉得吵归吵闹归闹 夫妻没有隔夜的头 很快他们开车来到了一休一站 老婆带着闺女小萝莉去厕所 男主则在商店里给闺女买随心听的电池 男主以前有酗酒的习惯 由于最近情绪低落又把她的酒印给勾出来了 企图借酒交手忘了那些烦心事 但由于现金不够了商店又不收信用卡 他愁畜良酒最后放弃了闺女的电池 买了两瓶小酒 对老婆谎称商店里没有电池可卖 本来三口人准备继续赶路的 这个时候闺女说自己的小精子不见了 于是老婆去卫生间找 男主则在车里找 俗话说人要是倒霉喝口凉水都责压 男主这段时间也确实点呗 当他正在车里瞎雪梦的时候 他闺女小萝莉被一条野狗给盯上了 小萝莉吓得一步步后退 一不留神掉进了坑里 男主一看急忙纵身一跃也跟着下去了 当他老婆赶到的时候 小萝莉已经不省人事了 当被摔得七昏八速的男主清醒过来 发现闺女似乎并没有大碍 为了防止有内伤 两口子急忙开车前往最近的医院 男主一路上风驰电车 差一点就出了车祸了 他们很快便来到了一家医院 由于医生护士的工作效率太低 医院里是人满为患的 而且服务态度也不好 火急火燎的男主想插个队 还被前台训斥了一顿 他老婆也没有给他好脸色 说了一大堆的牢骚话 引在旁边的人一直盯着男主看 男主一怒之下再次来到了前台 可奇怪的是 刚才还排着很长的队呢 这会儿功夫一个人都没有了 而且这里的医生护士都奇奇怪怪的 似乎有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按照前台的要求登记完之后 男主只好老老实实的等着 当他去买饮料的时候 无意中看到大门口有医生 正在和急救人员交接着什么 看上去很像是一次交易 终于轮到男主了 医生在为小萝莉简单的检查了一遍之后 建议去给小萝莉做个脑CT 随后男主的老婆带着闺女 到地下二层做CT 男主则在大厅里等候 可没想到的是 老婆和闺女这一走 就像肉包子打狗 从此一点音讯也没有了 男主在大厅里等了几个小时 依然不见老婆闺女回来 他来到前台询问 发现已经换班了 之前那个老大妈换成了酱油姐 酱油姐表示爱慕能助 让男主再多等一会 男主要求建给他闺女看病的医生 被告知医生已经下班了 所有的病例都转交给了值班的医生 男主又等了半天 仍然看不到自己的老婆闺女 于是再次来到了前台 但奇怪的是 前台经过查找 发现并没有男主闺女的名字 这下男主火踏了 吹胡子瞪眼拍桌子 把前台可下的不轻 在男主的强烈要求下 前台往座扫描了地方打了一电话 被告知并没有母女俩去做过CT 男主一听就梦圈了 这不是活见鬼了吗 于是他不顾劝阻 开始在医院里寻找自己的老婆闺女 他向值班医生详细说明了情况 但值班医生也没有在记录里 查到男主的闺女 这个时候 男主看到了之前的一个女护士 女护士承认见过男主 但是说男主只是来医院 接受头部损伤的治疗 他并没有见过什么小女孩 男主一听彻底爆发了 跟医生和保安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院方的工作人员也没客气 先是防狼喷雾剂后 然后又给男主打了一阵震惊剂 这下男主的情绪明显稳定多了 值班的大夫一声零下 把男主关进了四号房间 男主也是光棍不吃眼前亏 表面上显得很顺踪 可当保安等人走了之后 他边准备行动了 可刚被打了震惊剂 男主是头昏眼花战斗战不稳 不过这难不住他 位子里早就为他准备好了肾上腺素 这男主也是个狠人 毕竟在潘多拉星球上 跟纳威族的人混 上去就给自己打了三只肾上腺素 整个人马上就惊人焕发了 男主冲出房间 开始到处寻找自己的老婆闺女 他的行踪很快就被保安给发现了 男主一看大事不好 没头就跑 他意识到这件事 不依靠警察是解决不了 于是便拦住了一辆警车 男主向两名警察 简单的介绍了一下情况之后 便带着警察返回的医院 有了警察的介绍 男主这腰杆子一下就硬起来了 不过即便这样 值班医生和其他医护人员 依然声称没有见过男主的老婆闺女 为了验证真伪 警察要求值班医生 马上把当时给小萝莉看病的医生 叫过来对治 既然男主的老婆和闺女 去做了断层扫描 那么警察要求去CT室看看 这个时候问题出现了 值班医生说 做脑部CT在三楼 但男主却声称 自己亲眼看着老婆闺女 乘电梯下到了地下二层 影片在这里出现了一个bug 一大帮人只去了三楼的脑部CT室 但是却没有去地下二层了解情况 这个时候 之前为男主的闺女 看病的医生赶到了医院 但诡异的是 这位医生坚称上午到医院的 只有男主一个人 当时男主说自己出了车祸 医生建议男主做个头部断层扫描 但是却被男主给拒绝了 男主坚持要在大厅里等他的老婆 这个时候 医生说出了男主老婆的名字 但是却跟男主对警察说的 不是同一个人 原来男主之前有过一段婚姻 但不幸的是 他的第一任老婆在一场车祸中 相遥欲运了 院方认为男主的脑子 肯定是有毛病 但男主却认为是院方 在搞阴谋轨迹 为了搞清楚到底谁在说谎 保安建议调去监控看看 随后一帮人来到了监控室 监控录像里只有男主一个人 也可能是角度的问题 摄像头并没有拍到男主的老婆闺女 看到这个结果 警察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这个时候男主想起了一个人 那就是休息站商店里的那位营业员 他可以证明 男主和老婆闺女当时是在一起的 这个时候 医院把精神科的医生请了过来 原来在八年前 男主久后开车出了车祸 他在第一院老婆在车祸中丧生了 而且当时他老婆还怀着孕 男主为此非常的自责 从此之后接了酒 但这件事对男主的影响非常大 也成为了他内心的一个剧痛 精神病医生确实是有一套 听了男主的讲述之后 他认为很有必要到小萝莉 出事的地点去看一看 但男主却坚持那什么都没有 他的的确确带着老婆闺女来到了医院 医院距离出事的地方 只有几公里的路程 因此一帮人很快就来到了休息站 警察还把狗给牵来 警犬是科学的 他可不会受任何外在因素的影响 文正会就找到了小萝莉摔下去的大坑附近 并且有了重大的发现 地上那一大摊血证明了 事情并不像男主所说的那样 这个时候男主已经显得非常的不正常了 精神病医生说 男主是因为得了精神病 把老婆孩子给杀了 当警察正准备以涉嫌谋杀逮捕男主的时候 男主突然袭击抢走了警察的枪 并挟持精神病医生 命警察们放下枪 然后把这帮人全锁在了一个房间里 男主拿走精神病医生的门禁卡 开车返回了医院 他认为精神病医生就是个大忽悠 他坚信自己的老婆孩子还在医院里 当他正打算乘电梯到地下二层摸摸情况的时候 发现居然还需要钥匙 这个时候他的宿敌保安刚好出现了 于是两人在电梯里又掐了起来 经过一场肉搏战 男主终于用裸脚把保安给摆平了 在男主看来 这家医院的确是有问题 他认为这个地下二层 就是专门用来摘除人体器官的地方 他们通常会把那些出了交通事故的人 直接带到这里 摘除器官之后高价卖给卖家 男主认为自己的老婆孩子 肯定也遭了这帮人的毒手 而且他在手术室里也看到了母女俩 可当他使用暴力把老婆闺女弄出医院之后 才发现这一切只不过是自己的幻觉 他救出来的根本就不是他的老婆闺女 男主患上了创伤后引起障碍 闺女被摔死之后 老婆也被他无意中为划了死了 加上前期因车祸挂掉这件事 男主的精神彻底错乱了 为了逃避这一切 他把所有的责任都归咎于了医院 一想出是因为医院贩卖人体器官 才导致了他老婆闺女的死亡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手唐诗压经的 开车只要敢喝酒 阎王一路跟你走 如果你要不听劝 黄泉路上手牵手